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天大年车北部大概9到20度 中部10到24度 南部13到25度 东部14到20度 外到9到22度 整个西半部的温差超过了10度 早吃晚贵一定要多带一点衣服 热的时候脱掉 冷的时候穿上 而明天各地大多晴到多云 花东 横城半岛还有南部山区会有雷星降雨 再来看到这一周的气温变化 强烈大陆冷气团预计影响到初三的清晨 白天就会慢慢地回暖 北部和花东可能来到25度 中南部可能达到26度 相当舒适 但是早晚还是偏冷的 在降雨方面 初三到初五水气偏少 天气相对稳定 只有部分地区有零星的降雨 而初六初七天气就有变化了 北部和东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中南部和外岛依然是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只有马祖阴天 今天西半部空瓶不佳 橘色提醒 正是台北市的关渡平原一片白茫茫 不失误 而是空气污染 金门和马祖更达到了红色警示 而明天整个台中引南和马祖依然是橘色提醒 金门更可能达到红色警示 外出拜年建议戴口罩 So Follow Me 为你掌握天气的重点 明天大年初二各地多云道晴 花冬 恒春和南部山区会有零星降雨 气象署持续地发布低温特报 云林 伊北 还有金门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还有西半部和金门 澎湖 明天白天的高温都在15度以上 但是清晨夜晚还是冷 注意饱暖 明天还要注意的是 台中到云林 恒春半岛 还有绿岛 南与澎湖金门有8到9级的强阵风 开车骑车要注意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那边有一个好的炸起来 细形的烨风格 使用系列表面补今日的心理 准备门消灭 prayers for the old 最后一款开车 大家一定视频 感谢观看 1号子 4小时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